说到AIT来申请美签的这个经历 今天出现了一个争议话题 台湾有名的当代艺术家陈介仁 他因为硬邀到美国参展 没想到在办理这个美签的时候 因为表格没有添完整 被AIT官员刁难 以为他说是要偷渡的 他当场火大 而且拒绝赴美了 拿着申请表格表情好无奈 他是陈介仁 在台湾当代艺术界 拥有极高知名度 受邀到美国参展申请美签 却遇到这样的AIT官员 当我在询问他说 这表格里面的错误是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口气非常的不耐 而且很不悦 然后态度非常 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差 就是他觉得说 你给我过来 然后他说你要跟我争辩吗 我怀疑你要偷渡 花了好几个月 耗资两百万 陈介仁完成军法局这部作品 银箱符号强烈又辛辣 48岁的陈介仁复兴美工毕业 有好几部出国参展的作品 这不是他第一次拜美签 但被歧视的感觉 却是前所未有 陈介仁将发起 我怀疑你就是要偷渡的创作计划 把台湾民众拜美签的时候 受的气通通表现出来 一个艺术家可能有一个责任去试着去书写 某些集体的记忆 我怀疑你要偷渡这句话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歧视或羞辱 就是我觉得他的职责可以在心里面怀疑我 但是他作为人他没有资格去那样说出来 部落格上已经激起一百多位网友的共鸣 这位当代艺术家将用创作表达抗议 至于AIT则是表达遗憾 强调很欢迎陈介仁再来办美签 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中间新闻姚立强 郭阿琪台报道 他告诉大家